如果把手还是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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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会说要一伤 有力量的为力量借过 呦吼 这是个什么情况 难道咱幽灵公主乌莫愁 这是要出新专辑的节奏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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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会跟你开个玩笑啊 人家其实是在为电影 《桌妖记》宣传造势 因丑当天咱众位桌妖神仙 白百合 景博然也是琪琪现身啊 为影片宣传助阵 那既然两位歌手琪琪出场 这PK自然必不合手啊 可万万没想到啊 丢了偶像包袱的景宝 一开口竟然是这首《花哨神曲》 你哭着推我说 我把你的故事都是骗人 没错 我当时就有一种想舞动的感觉 看到了 来 问我来一个 你哭着推我说 他的故事都是骗人 可如果说这东北版的童话 是让他的偶像包袱随一地的话 那这场街声的戏 可就是彻底把咱景博然 从神坛拉回到人间啊 那场戏其实拍起来挺纠结的 因为我里面真的是 有穿吗 穿了一个什么 穿一个 女生的打底裤 女生的 是 很轻薄的一个打底裤 是肉色的那种 肉色的那种 还有花边 有穿一乐 接地圈的男神才可爱 北京报道 这是个什么情况 难道咱幽灵公主乌莫愁 这是要出新专辑的节奏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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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会跟你开个玩笑啊 人家其实是在为电影 捉妖季宣传造势 民丑当天 咱众位捉妖神仙 白百合 景博然 也是琪琪现身啊 为影片宣传助阵 那既然两位歌手 琪琪出场 这PK 自然必不可守啊 可万万没想到啊 丢了偶像包袱的景宝 一开口 竟然是这首 花哨神曲 你哭的对我说 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 我当时就有一种想舞动的感觉 看到 来问我来一个 你哭的对我说 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 可如果说这东北版的童话 是让他的偶像包袱碎一地的话 那这场街声的戏 可就是彻底把咱景博然 从神坛拉回到人间啊 那场戏其实拍起来挺纠结的 因为我里面真的 有穿吗 穿了一个什么 穿一个 穿一个女生 女生的 是 很轻薄的一个 是肉色的那种 肉色的那种 还有花边 肉色的大 还有花 白色你看得够仔细的啊 这个我就想 如果他粉丝看到 他可能会掉粉 又不全一乐 接地气的男神才可爱 北京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